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用解决思路 让更多人掌握并提升健康管理的能力 大家好 我们继续探讨有关健康的话题 其实人的很多的活动 其实都是生物化学活动 就是一切的生物化学活动造成的 快乐的心情 它是一个化学活动 情绪不好 它是一个化学活动 所以我们说 在面对这么复杂的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因素当中 如何去找到更快的 更简单的 更便捷的 直接让我们的健康会有改善的 那就是从我们的日常的这些生活 特别是三餐入手 所以我们找到几个我们在可扣因素中的快速的调控点 一个就是影响大家现在健康的方方面面的 叫隐性饥饿 隐性饥饿谈的就是营养素的缺乏问题 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饮食结构的改变 大部分呢 是处于呢 隐性饥饿状态 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 那当我们细胞营养不够的时候 有隐性饥饿的状况出现 那细胞的修复能力就差 当修复能力差的话 组织细胞会有一些损伤 而当组织细胞损伤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启动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启动完之后 就有各种各样的炎症反应 所以我们找到第二个我们可控点 包括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节节 肌瘤 狼肿 肌液 这些都属于炎症反应 所以把这些炎症反应控制住之后 我们身体就会有了强大的修复能力 现代人身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炎症 就是体内的毒素非常多 毒素哪里来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压力 情绪 饮食结构不均衡 造成的肝的代谢能力下降 所以吃进去的食物 无法肝脏完全的分解和解毒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毒素就非常多了 我们还有一个毒素来源 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肠道问题是我们现在最前沿的科学研究 当肠道的通透性增加 也就是所谓的肠肉之后 这些毒素就源源不断的进入了肝脏 那增加了肝的负担 肝的解毒能力就下降 肝解毒能力下降 前身毒素就多 所以前身会有各种各样的炎症反应出现 所以这是我们最关键的四个调控点 也是我们这些课程当中呢 最主要跟大家探讨的 一个是隐性肌肉话题 一个是炎症的控制话题 一个就是我们的养肝 一个是调肠的话题 我们现在谈的是有关隐性饥饿的话题 隐性饥饿呢 现在探讨的会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把它叫做隐性饥饿呢 因为它不是我们肚子吃饱还是饿 它是属于细胞层面的饿还是饱 所以它属于营养素的不平衡或者缺乏的状态 有些营养素过多 有些营养素缺乏 所以但这些呢 跟我们的肚子的饱还是饿没有关系 它是属于在细胞层面上的营养不均衡 或者营养素缺乏 所以它不是呢 保护方面的 所以营养素的不均衡和某些微氧炎素的缺乏 我们把它叫做隐性饥饿 其实呢 也不是隐形的 只是我们没有呢 经过专业的培训 当我们有隐性饥饿的症状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那是饿的症状 跑去找医生 那我们知道饿呢 是要吃食物的 没有一种药物能够代替食物 我们说食物是不能代替药物 反之成立 就是药物也不可能代替食物 那医生呢 他给的只有药 他不会给你食物 但是呢 隐性饥饿是属于细胞层面的饿 所以当细胞饿了 那必须给细胞足够的营养素 这些症状就改善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健康教育 特别呢 在隐性饥饿方面 因为把饿的问题交给医生 那一定是个大灾难 因为呢 他越医呢 会有一些恶性循环 所以现代医学发现 80%的慢性病 包括糖尿病 虚脑血管疾病 癌症 肥胖 亚健康等等 多和人体的营养素摄取的不均衡有关 所以隐性饥饿正成为人们健康的杀手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现在慢性病引起的原因 其实是隐性饥饿造成的 反推成立 就是当我们能够解决隐性饥饿问题的时候 就能够解决70%左右的慢性非串性疾病 所以隐性饥饿呢 在慢性非串性疾病的管理和调理当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人呢 为什么会有一些隐性饥饿的问题呢 因为人类呢 已知了300多万年 那你说3万年前我们吃的生活习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所以饮食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要谈到3万年前 我们只要谈到10年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年前我们用手机的习惯 看手机的时间和现在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当我们每天用手机时间这么长 它一定消耗掉大量的维生素A 而我们如果没有额外去补充的话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定会出一个维生素A缺乏的一个症状 从胡萝卜里面去转化成维生素A来的话 以我们现在的看手机时间 每天呢 至少要1到2斤胡萝卜才够的 那如果小儿子天天呢 王者荣耀 他没有呢 3到5斤胡萝卜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这不可能是这样去吃胡萝卜 我们又不是兔子 所以呢 我们没有呢 去关注这方面 它一定会造成这方面营养素的缺乏 营养素的缺乏就叫做隐线饥饿 很多人说我们爷爷奶奶那一代 他们也没啥讲究 但是他们照样可以活到80岁90岁 因为他们跟我们生活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的阳光 空气 水 我们已经很难回到以前了 他们的生活压力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大 他们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天天看电脑 看手机 所以生活方式已经不一样 自然吃的东西要跟着不一样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身体就会出现隐线饥饿 还有人不理解说我们现在吃好没有问题 我想吃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还会有呢 营养素的缺乏问题呢 一个是食品的本身的极限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是种植比较多 以前野生的比较多 那比如说我们讲菠菜 菠菜以前我们每100克菠菜里面 含有100毫克的铁 含铁量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每100克的菠菜里面 只有4毫克的铁 甚至远远低于4毫克 如果有在农村里面自己种菜的经验 或者自己去采摘自家种植菜的经验 你就发现了 我们如果是自己种的菜呢 你买回来吃的话 有菜的原始味道 如果你去菜市场上买的菜呢 几乎没有什么菜的原来的那种味道了 以前我们养猪呢 是一头猪从年初一直养到年尾才宰杀 现在4个月左右就可以宰杀了 一只鸭呢 我们现在30天 我们一只鸭就可以宰杀了 所以同样的一口肉 同样一口菜里面的有效成分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是天然的这种局限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回复到以前了 那么再加上呢 食品的加工问题 因为很多食品加工过程当中 营养素流失 以及呢 食品安全问题 我们已经很难保证 肉里面没有抗生素和激素存在 这些都不可避免的 进入我们的善食生活当中 这也是我们在大健康战略当中呢 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要开始吃东西 那就一定会吃进去这些 跟食物营养素无关的 会伤害到身体的这种有毒物质 所以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营养素消耗量会比以前大 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食物中要摄入到完整的营养素 是非常有难度的 再加上我们对营养的误解 那要让大家达到精神的营养 合理的善食是非常有难度的 那么谈到营养呢 就一定要解决一些营养概念 我记得我是九零年高考 那个时候呢 我父亲的朋友说儿子高考 那要给他一点营养 所以他就买了一大堆的 猴头骨口不叶 他说这个就叫做营养 那后来呢 我们会有呢 东同下草 会有燕窝 后来有蜂蜂江 以及现在呢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但是这些呢 都不是呢 真正的营养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有关营养和营养素的概念 那什么是营养呢 在营养学里面呢 营养呢 它是一个生理过程 包括了我们吃东西 叫做进食 然后食物呢 进入胃和十二指肠小肠进行消化 在小肠里面吸收到体内 重新合成利用的整个过程 我们把它叫做营养 所以营养呢 包括了进食 消化 吸收和利用 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 不管猪肉 鸡肉 鸭肉 羊肉 这些肉里面的蛋白质 它要先呢 进行消化 变成氨基酸 脂肪会变成脂肪酸 然后呢 在小肠里面吸收 吸收完之后 重新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通俗的讲 什么叫做消化呢 就是我们把食物中的物质 消化成我们人体呢 可以吸收的物质 这就叫做消化 吸收到我们体内之后 合成成为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利用的物质 这个就叫做吸收 那么能够更简单通俗讲呢 就是一块猪肉吃进去 变成人肉的过程 整个过程就叫做营养的过程 所以营养呢 它是一个生理过程 那么营养素呢 严格意义上讲说 食物中经过消化 吸收代谢 能够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物质 叫营养素 简单讲 我们吃的食物中 所有的对身体有用的物质 通通把它叫做营养素 那当然营养素 有时候分成必须营养素 条件营养素 我们不管它 总之呢 就是对身体有用的 通通叫做营养素 那它为什么会对身体有用呢 就是因为营养素呢 它在身体里面要发挥功能 我们所说的有用 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 那它有哪一些好处呢 第一 参与构成和修复我们身体的组织 如果我们小孩子长高 那么就需要营养物质 去支持让我们长高 我们身体要修复 就需要营养物质 就修复我们的身体 还有呢 供给我们的能量 以及保持我们的体温 我们现在要讲话 肠胃要蠕动 心脏要跳动 所有的一切生理活动 都需要能量 那营养素必须保证 我们每个器官的能量供给 还能保证到 我们的身体的体温 是恒定的 那更关键的一个呢 营养素能够调节 机体各种各样的 正常的生理活动 就是保证我们身体的生理活动 是出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所有的营养素呢 它有三大功能 一个是修复组织 构成我们的身体 一个是提供能量 第三个呢 就调节我们各种各样的 生理机能 所以营养素呢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 而且呢 它是有功能的 研究呢 营养素功能的学科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营养学 我们要看营养素的功能 我们就要看一本书 叫健康营养学 它也是医学类的大学教科书 对营养素来讲 我们不用说 它有这个功能 还是没有这个功能 它本身每一种营养素的功能 都在书上已经学得清清楚楚 保健品和膳食补充器的 特别是营养素是不一样的 因为保健品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它有什么功能 很多人认为呢 保健品反正吃了也没啥副作用 而对我们来讲 维生素 矿物质 蛋白质这些呢 膳食补充剂跟营养素相关的 它是要产生功能的 并不是说没有用的 只是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经过交易 就把营养素和保健品呢 等同起来而已 营养素就是日常三餐 只是更加标准化的日常三餐而已 好 这是我们说的每一种营养素 都有它的功能 而这种功能呢 不以我们某一个专家 某一个人 说它有效还是没有效 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为转移的 因为它本身在大学教科书里面 是大部分专家 学者已经认可和认同的 营养素功能 所以呢 哎呀你这个吃这个 有没有效果啊 吃你吃的有没有效果啊 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认同 我只是告诉你 维生素ABCD有什么功能 而纽约产品里面 还有这些营养素啊 那么它自然会产生这些功能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对营养素会有一些偏激的想法呢 就是因为营养学呢 这几年时间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大部分人对营养学的理解 还停留在以前 就是我们的教育是有缺失的 所以国家启动一个呢 全中国医生的营养交易 但是以国家现在的对医生的营养学的 那个培训交易 就现在现有的医生要轮选一遍营养学 都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每一个医生 他自己呢去学一些营养学 因为以前在医院里面 我如果我是营养科医生 那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因为他仅仅是做一些配餐而已 根本达不到临床 所以一点地位都没有 只是现在慢慢的呢 随着营养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之后 发现呢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作用越来越强大 特别在慢性病的预防方面呢 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呢去研究 所以为什么我们谈大健康战略 也是在这里 就对全民进行健康教育 包括医生战略 为什么要讲医生呢 医生是懂治病 但并不代表他很懂健康 因为呢治病是在临床医学的角度 健康管理学它是另外一个角度 用的好像都是基础医学的内容 但是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是全民开始学习有关健康管理 因为呢这个是包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所以对营养学呢 现在是升到一个比较新的高度 所以营养学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这么多的营养素呢 以前呢我们把它分成七大类营养素 包括水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物 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那么现在呢营养学家认为呢 这样的分呢它是有局限 就是我们的营养素不单只包括这七大类 应该还有其他呢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营养素 而且这样分呢会有局限 所以现代营养学升级了之后呢 把营养素分成三大类 一大类叫红量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物 一大类叫微量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 那还有一大类叫其他膳食成分 包括水分 膳食纤维 植物营养素 和营养素相关的有机化合物 我们通通把它叫做其他膳食成分 所以我们现在升级的营养素的分类 是分成这三大类 所以这三大类我们就会有延展性 因为我们会源源不断的发现 跟心体有用的这些有机化合物 那么既然谈到营养素呢 就要谈到我到底要吃多少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2016版的和2013版的 中国基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那么不管是哪一个版 我们都会给一个叫做 中国基民平衡膳食宝塔 那这个膳食宝塔 现在在小学里面已经开始进行教育了 根据膳食宝塔 我们日常三餐要怎么吃呢 一天加起来呢 鼓鼠类和炸豆要达到250到400克 蔬菜要300到500克 水果要200到350克 蛋类要40到50克 鱼虾类40到75克 续勤的要40到75克 奶制品要达到300克 豆类和坚果要25克以上 油脂低25到30克 盐低6克 糖分低50克 每天喝水至少要喝1500到1700毫升 每天活动要6000步 那在6000步里面呢 2000步是日常活动 做家务啊 正常的走路啊 4000步呢是要比较刻意的做一些快步骤啊或者慢跑的运动啊这是整个的膳食宝塔的内容啊这个膳食宝塔它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当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膳食宝塔吃相对会比较健康啊相对健康而且不会肥胖啊或者营养过剩的一些症状出现啊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和这样的饮食结构来看 即使我们呢严格的按照这样吃的话也很难达到一个标准就是一防慢性病或者说我们的身体达到健康的状态 我们要理解这个膳食宝塔是针对全中国人民的 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达到均衡的营养 那均衡的营养它是一个最低要求就是我们不会出现重大营养缺乏的症状 这是膳食宝塔要给我们的指标因为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按照这个吃的话 并不会让我们身体达到完全健康的状态啊所以我碰到一个79岁的老人家啊他每天呢按照膳食宝塔吃很严格 然后每天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养生节目每天慢跑呢四公里啊他觉得我运动了我饮食结构也好了我心态也非常好了 有一天他中风了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都已经这样的健康生活了那怎么还会中风呢啊后来呢我们跟他谈我说你这样的生活只是保证你不会出现重大营养缺乏问题 你要预防中风的话那是要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那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保证健康的状态那跟健康的营养它是不在一个维度和层级上的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买一本书就中国基民上次营养处参考数量2013版啊 因为在2013版里面我们会看到是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但是扭催来健康和营养中心支持的 因为里面的很多的数据是扭催来健康营养中心里面提供的啊 这本书呢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营养术到底要吃到什么量啊才会达到健康的状态 既然谈到营兴饥饿那就必须让细胞保细胞保的话呢量会显得尤为重要啊 在这里面大家呢要知道四个量一个叫做EAR叫平均需要量一个叫推荐摄物量RNI一个是适宜摄物量AI和可耐受最高量叫UL 如何去解释四个量呢EAR呢我们一般呢不太采用啊 因为达到这个量呢还有一半的人会达到均衡的营养还有一半的人营养素是不够的啊 所以除非在非常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才会用到EAR的量 我们现在中国大部分用的是RNI RNI呢叫做推荐需要量那RNI呢是我们一种营养素啊 可以满足某一特定性别年龄生理状况中的绝大多数的个体需要 长期这样摄取的话一般呢就不会出现重大营养缺乏问题啊 这叫做RNI的量那AI叫适宜摄物量 适宜摄物量是某一个个体要保证自己的健康状况需要摄入的量 那这个AI的量呢个体差异会非常的大 因为我要保证我的健康的状况摄入的量这个叫AI 那可耐受最高量是我们根据营养素单个个体一天可摄入最高量 考察两年以上摄入这种营养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个叫做可耐受最高量 就这种营养素按照这个量长期摄入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叫可耐受最高量 我们可耐受最高量并不是极限量 我们一般会在极限量的基础上往下降 降到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这是营养素的可耐受最高量 举例说明 我们每天要吃很多蔬菜水果 我们希望摄入到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C 那在中国营养学会规定 维生素C每天的摄入量 RNA是100毫克 这是RNA的量 那么RNA这个是什么量呢 就是你如果每天有摄入100毫克 就叫做营养均衡 那均衡是什么意思呢 就保证我们不会出现重大营养缺乏问题 也就是每天如果摄入低100毫克的话 我们呢就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叫做 坏血症或坏血病 以前呢维生素C没有发现之前 很多远洋航行那些传言 就是因为呢没有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 所以会变成牙龈出血皮下出血 最后全身内脏器官大出血而死亡 这是严重的坏血病 如果你每天至少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C 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坏血病的症状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均衡的营养 均衡的意思呢就不会因为呢 某一种营养素的缺乏而出现重大健康问题 这个叫做RNA 那AI呢是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要摄入的一个量 比如说有的人抽烟 那抽一个烟呢大概消耗掉 50毫克的维生素C 那么我如果一天抽10根烟的话 我就要消耗掉500毫克的维生素C 那再加上基础消耗100毫克 也就是我现在每天要达到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 我的吸的量至少要600毫克 这是我的适宜摄入量 就是我的个体的需要量 这个叫做AI 所以AI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谈营养素 一个是因人而异 因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 生活习惯 饮食结构 所以就造成它的AI差异会非常大 UL都是一样的 维生素C UL就是2000毫克 也就是每天摄入2000毫克以内 长期吃 一直吃 一辈子吃 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个叫做UL 那有的人说我要吃出效果 其实吃出效果的意思呢 就是我身体要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反应 叫做逆转的现象 那么既然要逆转 就必须有剩下营养素 来修复和修补身体和组织 那么就必须吃到AI和UL之间 就是每天消耗完之后 我还能够剩下一些营养素 来进行修补 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在AI以下 那么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因为有些朋友说 我吃了牛串 吃了10年20年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说你到底要什么感觉 你要清楚 如果你吃RNA的量 你这10年20年不会出现 重大营养缺化问题 对吗 OK 但是如果你只知道吃到AI以下 你是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什么时候有感觉呢 5年10年20年过后 我们会发现 跟同龄女人 跟同样饮食结构 同样饮食习惯人去比较的话 可能你的健康状况 比他们好一些 但是呢 也不代表你是没有健康问题的 因为呢 你不一定都能够保证 细胞不处于隐性饥饿的状态 特别是以前 很多人吃牛脆 是没有经过教育 没有吃到饱 也没有吃到够的 所以呢 他吃了10年20年之后呢 去体检 他还是会有节节 增生肌瘤发现 他觉得很不理解 为什么我吃了这么久的扭吹来了 我还有这些状态出现呢 其实呢 我是跟他们讲 如果你没有吃这么久的扭吹来的话 身体早就要去医院的 只是呢 比别人呢晚了一点而已 也就是呢 你的细胞比别人呢 饿的程度小一点 但还是在饿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启动大健康战略 就希望大家呢 在用扭吹来和生活习惯方式当中呢 能够真正的用扭吹来 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 去彻底的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 那么这个需要呢 重新去教育的 我们教育的作用就是让你自己知道 我身上有哪些缺乏症 我根据这些缺乏症 我来涉入营养素 这个叫做教育 很多人为什么来问这个量呢 他希望给他一个精准的量 不会吃太多 因为这样比较经济一点 不会花更多的钱 其实呢 我们呢如果在经济允许之内 你就会发现呢 营养素多吃一点 对身体当然是有好处的 对吗 记住没有固定量 每一个人的时段不一样 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 那RNA的量呢 就是均衡营养的量 健康的量就是我们叫AI的量 身体要修复的量 那就是AI到UL期间的量 这个就是修复身体的量 所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 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 自己来选择我到底要吃到多少量 在2013版的中国基因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里面 我们多了三个量 一个是红量营养素的可接受范围量 看时候在总热量当中 并不能低50% 脂肪一般我们吃的是20%到30% 但这一般占15%到20% 是这样的一个可接受范围的一个量 这是红量营养素的一个量 那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建议量 这个量不太好定 因为我们讲个体差异会非常的大 所以它只能够定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 特定建议值 为什么要有特定建议值呢 那现在植物营养素已经归到营养素里面来了 所以我们还希望呢 会给它有一个标准的量 那这个呢 AI我们就不好说 所以这个植物营养素 因为我们都指定一个可耐养素最高量 叫UL 比如说圆花青素 圆花青素的话 在美国规定呢 每天摄入量不超过2000毫克 那中国规定呢 每天摄入量不超过800毫克 所以我们参照这个量 比如说我们吃的养胀膳痕片里面 我们有圆花青素 每一颗圆花青素大概含40毫克左右 那每天最高量是800毫克 也就是如果要长期摄入的话 每天不可以高于20克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参考量 叫可耐养素最高量 那这个可耐养素最高量 是专门给植物营养素用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特定建议值 那么既然要把量吃到足够的话 从日常三餐的饮食当中 我们要吃到足够很不容易 所以有些营养学家 有些医生说你的营养呢 在食物当中呢都能够摄入 不需要额外补充 那它指的是均衡的营养素的量 也就是RNA的量 在我们食物中要摄入到均衡 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达到健康的量 要从食物中摄入不太容易 因为第一个标准 你里面到底含有多少量是不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我们只能够说我要买多少肉 那我们自己算一下 到底有多少蛋白质 这是可以 但是微量严重 我们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只能够说 我买一张苹果 买一张蔬菜 但是去的里面 我到底买了多少维生素A 多少维生素B 多少维生素D 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我要吃到足够的 让自己身体健康的量 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 不可能吃到这么大的一个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呢 把这些蔬菜啊水果啊 给它做一个压缩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保证 我们吃到的量是足够的 为什么我们会用纽翠兰呢 就是因为它会让我们 要达到健康的状态比较简单 你自己不要再去计算太多了 因为我们每一种营养素里面 含有多少量都是非常标准的 所以纽翠兰的好处呢 历史悠久是已经经过考验的 它的品牌了 所以首先呢 我们为什么会用纽翠兰 安全就是纽翠兰的安全牌的地位 那安全体验在哪里呢 从源头开始 所以不管纽翠兰它有自有农场 还是认证农场 还是外面采购的原材料 都要达到了最高的标准 所以从源头上呢 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原材料是安全的 然后呢 它的科技实力是世界很尖端的科技实力 因为我们在来自各个领域的这些科学家 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来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成品 每一个过程呢 都会有最顶尖的科学家在指导 那么整个研发的团队呢 也是很顶尖的 再跟世界最顶尖的学校去做合作 做一些临床 做一些项目的合作 所以纽翠兰的科技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再加上它有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 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专家 那就是世界顶尖专家 所以它在健康领域当中呢 可以说呢 是领航的 所以我们会有109项的国际专利 那么在美国1996年呢 专门成立了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是世界顶尖的 在营养学界和食品界当中呢 是属于世界顶尖级的健康研究中心 所以它里面提供的数据呢 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呢 就可以拿来用 就是因为呢 它是世界权威级的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 那么在中国呢 是2004年上海和广州 安利中国成立的研发中心 那这个研发中心呢 是跟我们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的这个实验室同级别的 他们研究数据啊 相互确认相互认成的啊 所以是属于呢 国家级的研发中心啊 那么更关键和重要的 我们在无锡成立了植物研发中心 植物研发中心是专门研究中国的中草药 纽川一贯认为呢 植物营养素很重要 那对中国中草药的实践 中国人有几千年的经验了 但是如何把它做成现代化 那必须重新去研究 从哪里开始研究 从土壤开始研究 因为土壤决定了这个上面 长的植物的营养素的含量 然后呢 营养素的种子 以及它的生长环境 都需要进行研究 能够还原到它的野生的状态去 所以纽川在这里面的研发是非常前沿的 土壤还原的研究 也就是我们十三五的规划里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 我们就放在了我们的植物研发中心 中科研合作 一起研究呢 长三角的土壤改良项目 那这个成果已经出现了 那么接下来一个成果就是 中国中草药的现代化研究 中科研也就放在植物研发中心 跟我们共同去研究 中国中草药走向世界 要在我们大健康当中发挥作用 那就必须有现代化的进程 因为中国的中草药提取是非常有难度的 那么恰恰纽川在这方面呢 有它的优势所在 因为它从1934年到现在 一直去研究植物营养素的种植和萃取 所以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们国家才会找到它跟它合作 所以这是整个的科研优势 所以我们出的产品呢 也就是代表最前沿的 然后呢我们的品质 我们用高一做药的标准来做食品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独立专家团队 本来食品是不要求有独立专家的 药品才需要有独立专家 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一品产品都是非常安全的 生产都是最尖端的整个生产流程 比如说我们直接采摘下来之后呢 在当天就已经把它变成原材料出来了 在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要确保天然纯净 所以我们生产纽川的用水 都要经过十道精华处理才进入生产程序 而且每一批的纽川产品 都必须经过超过300种以上的质量测试 我们的产品品质高到标准之后呢 我们奥运会的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呢 可以吃的食品 扭出来它就是食品 三餐食品 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缺乏症 我们来选择 在他们说什么 今首会讲解写着 绝对四 reinforced